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国际关系理论课 我们开始介绍第33讲 集体行动理论 它的第一部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 那么寺庙里 有一个和尚 自己调水解决吃水问题 那么后来寺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 成了两个以后 他们就开始一起调水 来解决吃水问题 当寺庙里有了三个和尚以后 反而就没人打水了 和尚们也没有水吃了 那么对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曼塞尔奥尔森 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理论 来解释其中的奥妙 那么奥尔森认为 人都是自私的 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不会关心他人的利益 也不关心集体的利益 那么同时 人又是理性的 个人可以围绕着自己的利益目标 进行精细的计算和权衡 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奥尔森认为 在需要多个人 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中 存在着一个共同利益 这个共同利益 尽管不同人对他的需求程度不同 但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这个共同利益 奥尔森称之为公共物品 所谓公共物品 就是集体行动产生的 为所有的参与者 所需要的劳动产品 这个产品具有开放性和 非排他性的特征 所谓开放性 是指集体行动产生的公共物品 能够向所有个体行为体开放 为所有个体行为体共享 所谓非排他性 是指公共物品 不能自动排斥 任何一个个体参与者享用 用奥尔森的画讲 公共物品可以这样定义 任何物品 如果一个集团的成员 X1 XI 到XN中的任何一个人 XI能够消费它 它就不能不被集团的 其他成员所消费 那么这种物品就是公共物品 那么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 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假设 由于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行为 普遍存在 理性自立的个人 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力与做贡献 所以集体行动很难实现 那么按照奥尔森的理论 人都是自私和理性的个体 每个人都有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别人的想法 那么但是 当具有这种想法的个体一起从事一项 对大家都有利的集体行动时 却通常难以成功 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果 也就是公共产品 具有公共性 所有的集体成员都能够从中受益 包括那些没有分担 集体行动劳动成本的成员 那么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 为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机会 使得理性的个体尽可能少付出或者不付出 那么如果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这样考虑 集体行动就不会成功 当集体人数较少的时候 集体行动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因为这时候互相监督还比较容易 大家彼此盯着对方 一方不合作 大家就都不合作 那么这样的话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但是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多 人与人之间的监督管理 变得越来越困难 协调分配成本的工作 也越来越困难 那么而且随着参与人士的增多 能够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理论人数增多 人均贡献减少 很多人都有 我不干总会有人干 缺我一个看不出来的这种想法 所以搭便车的动机 就会变得更加的强烈 这样大家都想不劳而获 都想搭便车 那么集体行动就很难成功了 那么三个合上没垂直的例子 实际上就体现了 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这个例子中 集体行动的规则是 大家有水一起喝 公共物品是大家一起喝的那些水 但是提供这个公共物品 水的成本 却是由一些具体的个人来承担的 而具体的个人 就是那些和尚们 又都是自私和理性的 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对个人最有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有一个和尚 那么只要这个和尚像喝水 他就得自己去挑 这时候集体行动也是私人行动 那么很好解决 那么在和尚有一个变成两个的时候 挑水成了名副其实的集体行动 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本 是需要两个和尚共同来分担的 由于这时候人数较少 而且比较容易协商解决成本的公平分担问题 那么彼此监督也有效 而且任何一个人不干 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非常明显 所以集体行动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具体解决办法就是两个和尚开水吃 那么但是当和尚的人数增加到三个的时候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公平分担成本的难度增大了 另一方面搭便车的机会增加了 那么因为随着人数的增加 怎样协商公平分担成本 甚至由谁来发起协商的问题 都变成了问题 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加 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人数增加 我不做不会有人做的 却我一个无所谓的这样的想法就变强了 搭便车的动机也更加强烈了 大家干脆互相推诿 谁也不干了 所以结果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那么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呢 奥尔森发现 两种特定条件会促使集体行动容易产生 一个条件就是收益不对称 另一个条件就是选择性激励 收益不对称指的是集体成员的收益不对称 也就是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 从集体行动成果中得到的收益大小不同 有的成员得到的收益多一些 有些成员得到的收益少一些 那么这种不对称 对集体行动的成果就有直接的影响 如果某个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收益 比其他成员要大 那么他就比其他成员更加有希望 集体行动成功 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比别人高 那么选择性激励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方法 那么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引入或者利用集体行动中 存在的一些提升参与动机的措施 引导个体积极地支持集体物品的生产 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 那么正向激励就是通过向参与者提供 除了集体行动产生的公共物品以外的额外奖励 来刺激集体行动的成员积极参与这个行动 例如许多慈善机构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捐款助善 那么特意举办了一些慈善演出 参与者可以通过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 为集体行动做污献 捐出一定数量的钱 同时还可以观看到经测的演出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正向激励 那么正向激励的形式不一定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那么有些是自然存在的 那么这些自然存在的 与集体行动相关的这项激励 也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 你比如说在美国的劳工联盟 那些领袖们 他们整天忙于组织工会行动 乐此不疲 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除了能够得到公共运动 这些集体行动本身的有限的回报之外呢 他们还能够积累个人的政治资源 那么对他们未来从事政治活动 是一个积淀 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正向激励 那么反向激励正好相反 是从反面遏制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 逼迫他们为集体行动做贡献 反向激励主要是对搭便车进行惩罚 比如说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 比如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 为了防止搭便车行为 损害劳资谈判的进行 开始实行会员制 申请成为公务会员 必须交纳一定的会费 将这些钱用作劳资谈判的活动经费 同时呢 他们将劳资谈判的受益者 限定在公会会员范围之内 使非会员无法享受 公会取得的加薪和其他优惠待遇 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激励措施 可以很好地促进工人们 积极地为劳资谈判 对基地行动做出共互线 那么在国际关系中 基地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 可以排上用场 关于世界气候大会的分析 比较有代表性 2007年12月 联合国在巴黎岛举行气候大会 专门讨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但是运会期间各国对遏制气候变暖 这些集体行动的态度差异是非常大的 有的国家如欧盟国家 他就会积极支持这些集体行动 有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就消极避让 拒绝承担责任 我们可以从奥尔森的 集体行动理论的角度来对他进行分析 巴黎岛气候谈判的目的是 通过世界各国的集体行动 促使全球气候好转 全球气候好转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 它会使世界各国都享受到好处 没有国家可以被排除在获益的范围之外 是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特征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假定 参与巴黎岛气候问题谈判的国家 都是理性自私的 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这意味着这些友会国 不会自动为集体行动做贡献 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于大便车 也就是不劳而获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国家 不愿意承担减排责任的现象 比喻美国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收益不对称 和选择性激励 解决国际气候谈判中的 这一集体行动困境呢 参与巴黎岛气候谈判的国家 存在收益不对称的现象 一些国家由于受到气候变暖的危害比较大 所以期待气候好转的心情更加迫切 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率先行动起来 以免事情脱缓而使自己率先遭殃 那么这些国家会成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 这一集体行动的核心推动者 那么哪些国家对全球变暖的危害感受最深呢 无疑是那些受气候变暖危害最深的国家 全球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危及低地国家和沿海城市的生存 那么马尔代夫 塞舍尔等低洼岛国 可能从地面上消失 孟加拉国 荷兰 埃及等国家也将难逃厄运 一些繁华的沿海城市 比如说伦敦 上海 威尼斯 香港 里约内卢 东京 曼谷 纽约等 也可能被海水吞没 所以欧洲 亚洲和非洲受到的危害最大 涉及的国家也最多 所以阻止全球气候变暖 对欧洲 亚洲和非洲而言收益也最大 他们阻止气候变暖的动机也会较强 事实上欧盟对减排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们不仅率先提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 还积极要求美国等其他国家积极跟进 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深受全球变暖之害 他们都积极要求温室气体减排 对发达工业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意见很大 那么中国不仅积极要求 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安排 还主动提出了自己的国内减排方案 但是为什么美国等个别国家也有沿海大城市 也存在着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而他们的态度却相对不积极呢 这是因为他们想达那些需求更迫切的国家的便车 那么好的 好的 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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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